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连夜飞往中国,与此前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一样,这次访华行程也相当突然。 7月8日一早,欧尔班抵达北京,在飞机落地后,心情似乎十分不错,特意在个人媒体账号上发布了一则消息。 大意是,继基辅和莫斯科之后,我们抵达北京,和平使命的第三站。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到场迎接,从现场发布的图片来看,双方相谈甚欢,脸上都挂着笑意。 当天上午,中方最高层在钓鱼台国宾馆,会见了欧尔班一行,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。 其实可以说,欧尔班此次突然访华,身上带着三大任务。 其一,从中兄关系的角度来说,此次欧尔班总理对中国的访问,算是对以前中方高层访问匈牙利的一次回访。 两个月前,中方领导人受邀访问匈牙利时,就曾提到,中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,为今年两国建交75周年赋予新的历史意义。 欧尔班也当面表示,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发展,愿意做出积极努力。 所以,欧尔班此次来华,重要原因之一,或许就是为了兑现这个承诺。 作为中国对欧合作的桥头堡,中兄关系进一步深化,必然是互利共赢的。 匈牙利得到中国更多投资,而中国也能在欧洲竖起一块亮眼的招牌。 其二,匈牙利刚刚接棒,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,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布鲁塞尔。 近短时间以来,欧盟部分国家强行推动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家争临时性关税,这就导致中方反制即将落地。 可以说,当前的中欧关系正处于敏感时刻,关税战一触即发。 在此背景下,即使中欧再怎么闹矛盾,也依旧需要保持有效沟通的渠道,才能确保自身利益。 这时候,其实很需要一个说客打破僵局,而匈牙利扮演的就是这么一个角色。 其三,欧尔班7月2日去的基辅,时隔三天后抵达莫斯科,现在7月8日访华。 这节奏,正如他自己所言,这是和平使命的第三战。 外交五小事,看三个小细节吧。 第一个细节,周五访问完莫斯科后,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表示,周一见。 我当时就说,西方肯定一咯噔,这家伙,周一又要整什么新花样? 现在,答案出来了,周一北京见。 第二个细节,7月8日凌晨,欧尔班的班机在北京降落。 看他自己发的照片,华春营到机场迎接,凶方发布的视频里,欧尔班还一度在机场做出文手里的姿势,两人是笑容满面。 第三个细节,这也是重头戏,中国最高领导人8日上午就会见了。 看新华社的照片,宾主相谈甚欢,在随后离开北京前,欧尔班在机场发表了约一分钟的一段小视频,他很感慨地说了一段话。 在基辅、莫斯科之后,我现在在北京进行报告,这是我和平使命的第三站,我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会面了。 当然,交战双方对战争有最终发言权,但世界三大力量,美国、中国、欧盟,同时对战争结束有影响。 这也是我与交战双方会面后,必须来北京的原因。 我们讨论了中方的和平方案,中国是唯一一个从一开始就明确寻求和平解决的世界强国。 中国领导人明确,他将继续为和平而努力,我们并不孤单,我们将继续工作。 什么意思? 欧尔班来北京,主要是为了乌克兰危机。 北京,是他去基辅和莫斯科后的第三站,用他的话说,这是他的和平使命3.0。 哦,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,欧尔班周五访问莫斯科后,德国勃然大怒,匈牙利则立刻取消了与德国女外长的周一会见。 这明显是在回应此前欧盟对匈牙利外交政策的不满。 德国女外长也有点猛,这是为什么? 现在答案出来了,第一确实匈牙利有脾气,不想见,第二也见不了,匈牙利外长正陪欧尔班在北京呢。 对北京的旋风式访问,欧尔班很是满意,所以他的结论是,我们并不孤单。 值得注意的是,王毅外长上个月底曾与匈牙利外长西尔多通过电话交流。 这或许意味着,匈牙利早已向中方透露了欧尔班此访的意图。 两国在这段时间内为欧尔班的访问进行了精心准备。 而且,看新华社的通告,中方领导人有关乌克兰危机的表述也是深意藏烟。 新闻稿里,他说了七句话。 一,早日停火止战,寻求政治解决,符合各方利益。 二,当前的重点是遵守战场不外议,战事不升级,各方不拱火三原则,尽快推动局势降温。 三,国际社会要为双方恢复直接对话谈判创造条件,提供助力。 四,只有所有大国都发挥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,这场冲突才能尽早出现停火曙光。 五,中方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,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。 六,中兄的基本主张和努力方向是一致的。 七,中方怨同兄方以及有关各方继续保持沟通。 每一句都很重要,第二句和第四句我觉得尤其关键。 三原则,战场不外议,战事不升级,各方不拱火。 前面可以理解各方是指哪个方? 你懂得? 还有,只有所有大国都发挥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,这场冲突才能尽早出现停火曙光。 中国肯定是正能量,但负能量的大国究竟是哪个或哪几个? 美国,我们可没说你,但不妨你扪心自问一下。 对于欧尔班的旋风式访问,中方领导人予以赞赏,并且说中兄基本主张和努力方向是一致的。 难怪欧尔班大受鼓舞。 按照外界的透露,欧尔班下面的第四站就是华盛顿,他本身还要去那里开北约峰会。 他将在和平使命范围内,会见那些能对和平事业有帮助的人士。 不得不说,欧尔班确实有一套。 早不去,晚不去,当上欧盟轮值主席国后,立马去了莫斯科。 但去莫斯科前,他还是先去了基辅。 去基辅,西方自然没意见,尽管欧尔班都没和泽连斯基热烈拥抱,但去莫斯科,尤其欧尔班笑着和普京握手,西方气炸了。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痛骂他绥靖,他并且警告,绥靖政策不能阻止普京。 西方世界更一致谴责,欧尔班,你只代表匈牙利,不代表欧盟。 甚至一些国家威胁,要制裁匈牙利和欧尔班。 欧尔班选择此时访华,同样面临着巨大压力。 事实上,自欧冲突爆发以来,欧盟内部对乌克兰的支持政策非常统一,只有匈牙利是个异类。 欧盟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的许多决议中,有接近一半遭到了匈牙利的强烈反对。 凡是需要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推进的议程,只要匈牙利认为不符合自身利益,就会果断投下反对票。 面对匈牙利频繁阻挠决议的举动,欧盟不得不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,以绕开匈牙利继续推动其对外政策。 这种情况在2023年达到了高潮,当时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未经预告访问俄罗斯并与普京会晤。 这一行为引发了欧盟的强烈不满,欧盟理事会主席查尔斯·米歇尔明确表示,即便是轮值主席国,也无权代表欧盟与俄罗斯接触。 尽管面临欧盟内部的种种压力,欧尔班仍执着于自己的外交政策路线,并试图通过与中俄两个大国的积极互动,彰显匈牙利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特地位。 匈牙利认为,与中俄保持良好关系,不仅有助于自身经济发展,还能增强在欧盟中的话语权。 所以,他马不停蹄,又旋风式地突然访问了北京,然后马上又要去华盛顿。 对于北约峰会明确向中国发出明确的警告信号,欧尔班的回复是,正是布鲁塞尔官僚主义的胡言乱语,导致俄乌战争无法找到和平的办法。 如果我们想结束战争,我们就需要政治手段,而不是官僚手段。 不管怎么说,欧尔班确实在为和平奔走,他也看到了世界格局的变化,看到了中国对和平的坚守,小国也可以有大建树,更何况是不走寻常路的欧尔班。 我们不得不佩服匈牙利实际掌舵者欧尔班的政治智慧,他是欧盟政坛里真正想做点事的人,也是一位有担当的欧盟轮值国主席。 当然了,在很多人看来,匈牙利影响力太小,咔位不够。 即使当上欧盟轮值主席国,但这乌纱帽就是只有六个月,而且还是没有实权的虚职。 仅凭这些,不足以扮演俄乌关系调解人的身份,但环顾全世界,最近这样努力的西方领导人也就欧尔班了。 不管怎么说,欧尔班面对阻挠,依旧能够将和平使命付诸实践,这绝对是值得赞赏的。 国家不分大小,小国也可以有大的建树,正如王毅外长那句,不能再允许谁的拳头,大谁就说了算,更不能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,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。 负能量的大国,你们自己说呢。